這兩個漱口水 它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在特定的狀況之下 它才會發揮它最大的效用 就是在牙菌斑還沒形成的時候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面白牙醫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Facebook或IG上面 我最常看到了牙科相關廣告 不是牙膏或牙刷 是漱口水跟沖牙肌的廣告 這個漱口水和沖牙肌 也是很多粉絲或是親朋好友 會私底下問我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開這個主題 來跟大家講一下 漱口水跟沖牙肌 到底是大家需要 還是大家想要 在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然後留言鼓勵我 並且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 你覺得需要看的人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我們要知道 樹果水跟沖牙肌 它到底有沒有效果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 它的對手 它的對手是什麼 對手就是殺不死的牙菌斑 它就是造成我們口腔裡面 蛀牙跟牙作病的元凶 這個牙菌斑 它為什麼這麼猛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很黏 這個牙菌斑 不是只有一個細菌或兩個細菌 大家看我這裡畫一個細菌的人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 你可以說那個細菌應該有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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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多個細菌 它群聚在一起 它才會形成 牙菌斑這種東西 簡單來講 它是不同的細菌 群聚在一起 一層一層一層這樣堆疊起來 像洋蔥一樣的這種構造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畫的圖 裡面有 外層 中層 內層 還有最內層 我畫的很簡化 其實它不只是這些層次而已 所以 第一個它很黏 不只是它們相互之間 會很緊密 結合團結 綁在一起 它也會跟牙齒 黏得非常的緊密 所以 你光是漱口有沒有用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 因為在這麼大力的漱口 都沒有辦法把牙菌斑給它漱掉 所以這是它第一點 為什麼它這麼猛 第一個原因 它很黏 它很黏就會造成什麼狀況 就是 第二個 它很封閉 牙菌斑它很黏 這樣一層一層這樣堆疊起來 之後 它就 例如像我們常常講的 它自己形成一個同溫層 製成了一個生態系 每一層每一層都有它自己 喜歡的細菌住在那邊 結果它們就形成一個同溫層 同溫層有什麼特點 大家就知道 同溫層外在的資訊很難進去 只有外在的資訊 對牙菌斑來說是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各種的抗菌物質 就造成它第三點 它很頑強 你看 我這裡 特地畫了一個空格 很像農場蚊帳一樣 連什麼東西都輸了 是什麼東西都輸了 就是 我們 最偉大的發明 對抗細菌的抗生素 它都輸了 打個比方 就是你路邊看到 那種闊羽跟蝸牛 那種動物的話 萬一它身上有鹽巴撒上去 它就 就會死掉 變成水 你假如在這個 牙菌斑上面 撒一些抗生素上去 它會怎麼樣呢 它其實不會怎麼樣 因為抗生素沒辦法 滲透到這個最裡面的地方 最裡面的這個地方 住在最內層那種 住在Penhouse裡面的那個細菌 才是最主要造成 鑄牙跟壓軸病的細菌呢 所以抗生素都沒辦法 殺死到最內層的細菌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團結力量大 中翻譯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 Plug together strong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 文美語人Cisa說的 Plug together strong 怎麼辦呢 怎麼能兩手一探索到 就不要照顧牙齒了 算了吧 要怎麼辦 答案就是 直接給它物理攻擊就對了 抗生素沒辦法消滅它 沒關係 我們就開大局了 我們就用刷子 把它刷掉就好了 那當然啦 你使用強酸 或者是強檢 或者是高溫 來作用它的話 基本上也是有效 但是呢 這是在你嘴巴裡面 任何人都不會把 強酸跟強檢 直接放到嘴巴裡去 所以 你還是只能把你的牙刷 跟牙線拿起來 好好的去清潔牙齒 那我們就 回過頭來 來講一講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兩個主題 漱口水跟蔥牙肌 我先講一下 漱口水這個部分 漱口水喔 我講簡單一點 非常簡化 市面它的漱口水 大概就分兩種 第一個就是韓服的漱口水 另外一種漱口水 就是不漱口水 那韓服的漱口水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預防住牙 有些人跟我年紀差不多的話 我小 早上都會為你喝漱口水 這樣你酥一酥再噴出來 然後還會有 同學去拿那個水桶接著 然後每個人噴一噴之後 他又負責拿去刷倒掉這樣 那個衰的就是我啦 不含服的漱口水 最主要應該都是預防牙周病用 但是不管是含服或不含服的漱口水 這兩個漱口水 它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在特定的狀況之下 它才會發揮它最大的效用 就是在牙駿斑還沒形成的時候 等到牙駿斑一形成 它萬丈高樓平地起 已經蓋成了一個大巨蛋在這邊了 你的漱口水 你就連抗生素都沒有了 何況是漱口水裡面的那些抗菌污脂 它怎麼可能會對這坨東西有效果 講白話一點呢 牙駿斑未形成假如你覺得太穩眼了 講白話一點呢 就是你刷完牙之後 它才會有用啦 我跟大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你家裡面把門關好鎖好 就是用牙刷跟用牙線的話 你使用漱口水來搭配你刷牙跟用牙線 就等於是你在家裡面裝了一個 超精密的電子鎖 防禦力有沒有增加了 有 是不是更防道了 當然也有 但是假如你只用漱口水 但是卻沒有好好的用牙刷跟牙線的話 就像你裝了一個電子鎖 但是你門根本沒有關起來一樣 這樣一點屁用都沒有 所以漱口水它到底有沒有效果 其實是有啦 但是它就是在特定的情況下才有效果 另外一個東西 沖牙肌 之前我拍過影片好像有曾經留下伏筆 它就是對兩種人比較有用 第一個就是嚴重牙周病的人 強調一下這裡我有寫嚴重這兩個字 牙中病有跟情跟種 但是嚴重牙周病的人 它的牙齒旁邊的骨頭 萎縮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後面的那種大舊齒的話 它底下的牙根它可能不止一隻腳 它可能有兩隻或三隻腳 那這些地方的話原本不會露出在口腔裡面 但嚴重牙周病的人呢 它會像這樣子 它的骨頭 會萎縮到這個地方 你的牙根這個分岔的地方 就是很像人胯下的那個地方就會露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 有些時候 牙尖刷 牙線什麼東西都清不到了 那怎麼辦 那只要水沖一沖 有沖總比沒沖好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沖牙肌對嚴重牙周病的人 可能是有需要的 因為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用牙刷牙尖刷 或者是單數毛牙刷 手摸割刷 都沒辦法把它清乾淨 那你就只能 進人室聽天命 就用沖牙肌想辦法把我那邊 沖乾淨來維持自己的口腔健康 另外一種人是什麼 就是矯正的人 傳統做矯正有鐵絲鋼線在上面 你吃完飯之後 尤其是金針菇工心菜 可能會容易卡在上面 用牙刷不見得比較好用下來 那可能用沖牙肌沖一沖的話 那些菜渣肉血會比較好沖下來 這是我覺得對矯正的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有效果的地方 那其實沖牙肌 大家看廣告 他們很喜歡拿去沖什麼東西 很喜歡拿去沖果醬 或者是胡椒之類的 但我剛才在青檸檬場面強調過 牙菌班它不是果醬或者是胡椒 牙菌班它很黏 所以基本上那種廣告裡面的影片 都是廣告效果很好 但是跟實際情況是不符合的 你沖牙肌在哪裡怎麼沖 其實都沒辦法把牙菌班給沖了掉 我為什麼會說沖不掉 因為我真的有實驗過 等一下導播的話會切VCR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這個我感謝那個 我感謝I-0 提供了我一個他們的沖牙機 他們傳來了 它叫I-0 indoors吧 我不是叫I-m floss嗎 算是 Qualität 反正它提供了我們一個沖牙機 我個人也很好奇 到底沖牙機能不能把牙菌班給沖掉 因為以前在學校 教授是跟我們講說 基本上沖牙機 是沒辦法把牙菌幫給沖掉了 不過那畢竟是以前的時候 我現在想試試看 現在比較高科技的沖牙機 它能不能把鴨菌鰓給沖掉 所以我們直接來試看看 來 啊 這個縫 這裡 你看看到這個縫 這裡還有一點鴨菌鰓在那邊 所以我來試試看 它能不能把它沖掉 我們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刻 這樣 好 好像 就需要跟廠商說抱歉 我再試一次啦 我們就這次一次兩個一次三次這樣 不放棄我再來一次 為了 這樣 提供我們 提供我們器具的牙齒 裁料商不要太失望 我給它多沖幾下 好沖了那麼多下 把它吹光吹一吹 好 非常遺憾啊 看起來 牙菌鰓是不會被沖牙機 而且是現在最高科技的沖牙機把它沖掉了 可能 有些肉屑跟菜喳是沖得掉 但是像這種牙菌鰓的話 它基本上是有附在牙齒上面 你假如沒有用機械性的力量 例如牙線或牙刷去給它清潔 它就不會把它清掉了 我再給它拍一次看看 來 OK 來吧 這個 這個好像有 假如是在光滑這種 比較大範圍的這一側是噴得掉的 但是假如像牙縫裡面 因為它沒辦法像 靠近外側面這個地方 直接水柱直接正對它 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噴出 因為它在內側 你假如要內側噴到它以垂直的方向噴的話 你必須旁邊牙齒對把它拔掉 所以它只能 在一個角度噴過去 所以就比較難 真的把它噴掉了 噗噗噗噗噗 自己會噴到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牙縫裡面 這個地方是 還是通不掉了 你的水柱直沖你牙齒表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的牙菌板 是會沖得掉的 但是呢 你萬一有打了一個角度 你的角度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沖過去的話 你這邊的牙菌板 它是沖不掉的 大家知道 沖牙機 他們強調的地方 都在哪裡?沖牙縫 牙縫的話 牙齒是長這個樣子 你沖牙機的話 你這個地方的牙菌板卡在這邊 你沖牙機要怎麼垂直沖這個地方 沒辦法 你沖牙機一定都是頂在這邊 然後水柱是順著這個方向沖的 順著這個方向沖 等同於平行這個方向 牙菌板沖得掉嗎? 沖不掉了 有些廠商會發一些Paper出來 Paper就是論文的意思 就是強調有一些Evenant Base 確實是會改善亞洲的健康 但是這些Paper都有一些盲點 證據力其實不足 而且他們的實驗都是用在 牙洲健康的人身上 但是呢 我說過 這種嚴重牙洲病的人 其實才是最需要使用這種沖牙機的人 這些研究很可惜 都沒有用在嚴重牙洲病的人身上 所以沖牙機它到底有沒有效果 我相信大部分的牙醫跟我一樣都是抱持著 你假如是有嚴重牙洲病的人 那你可以試試看 但假如你是普通人 那你應該是先用牙刷 跟用牙線或者是牙尖刷 把牙齒清乾淨 以這個大前提之下 再去說 你需不需要用沖牙機這種處理 在這邊直接跟大家白話講 沖牙機絕對沒辦法取代牙線跟牙尖刷 所以這邊就先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第一個 漱口水 它其實是有效果的 但是這個效果並不是大家想說 有漱口就可以不用刷牙了 你假如你的牙齒已經很好了 並且你刷牙也有用牙線 假如你想要更進一步讓你的牙齒維護得更好 那你確實是可以選擇漱口水來當作是一個輔助 但假如說牙齒健康狀況已經很差了 多一堆牙周病 多一堆蛀牙了 那你需要的其實是一個好牙刷跟一個好刷術 我之前有影片教大家怎麼刷牙 怎麼用牙線 那才是你最需要用到的東西 這個漱口水其實就很像香水 你出去約會 你一定會試試噴一個香水給別人一個好印象 但是這代表你可以不用洗澡嗎 洗澡就很像刷牙 香水就很像漱口水 你不可能用香水來取代洗澡 就像是你不可能用漱口水來代替牙刷跟牙線 沖牙肌呢 你假如是有嚴重牙皺病的人 或者是你有在做矯正傳統矯正的那種人 你可以用沖牙肌來幫助你輔助你清潔自己的牙齒 但是一樣你的牙線跟牙尖刷還是不可以少 漱口水跟沖牙肌都是屬於輔助角色 都是你想要試試看用OK Fine 沒問題 但是你絕對不要想要說漱口水跟沖牙肌 你就可以不用用牙線或者牙尖刷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你假如覺得這部影片非常的有用 你也可以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人 那麵白牙一這一期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這些就是導致於你口號打電視 打電視班的罪魁禍手 俠金呢不但不是智障碎 反而是你口腔護理的好夥伴 壞毛線 罪魁禍手 壞毛線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再度 απο什麼